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不能够控制住的地方 你如果把这三个地方能够控制住以后 你就成为一个了不得的人 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绝对的成为超人 超人你们现在叫Superman 这次英语还听得懂吗 还可以就好 以后多一点掌声我就改说English了 你们就考我 我就失败了 所以三个地方在哪里 第一 你停不住自己的脑电波 大脑异常放电 你从早晨醒来到现在 你想你都经历了多少个念头 你们数得过来吗 你这一早晨到现在多少个念头 这个就是什么 脑电波的结果 就是你的大脑放电 放电 它不停地 左右脑 它在不停地放电 并且左脑放左脑的电 右脑放右脑的电 它向两边走 你看这个脑电波 它是这样的 如何是脑电波能够停下来呢 脑电波它是光 它是一种光 电就是电光嘛 它是一种光 什么东西才能吸住这个光 是它不散掉 这个在佛教里面 它叫子光明跟母光明慧 就是孩子不听话 你把他妈找来 你把他妈找来以后 这个孩子见到妈了 跑到妈的怀抱里了 好了 你不用管 交给他妈管去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在佛法中叫子母光明慧 就是说脑电 脑带出来的光电 这个是子 它是子系统的光 那么我要用母系统的光来引导它 那么子都就向母这个地方来汇集 叫子母光明慧 一汇集以后 母亲它代表着一种沉稳的属性 所以我们在中文的系统中叫空卦 象征着大地 大地的沉稳属性 安宁属性 那份厚重 凝重 不动的属性 就是母亲的属性 母体光它具备了像大地一样沉稳的 厚重的 凝重的 不动的 又明亮的属性 这个叫母光明 这种母光明来自哪里 母光明来自我们的发身 我们叫发身佛 我们有三个身体 一个是发身 一个是化身 一个是爆身 这个肉体是我们的爆身 叫因缘果爆之身 好在我们上一辈子没做什么缺德事 这辈子混得不错 弄个人当的 有一些人混得不好就跑到另一道去了 做畜生了 做恶鬼了 做地狱众生了 人家混得比我们好的去了天上享福了 所以我们混得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的来人间当人了 这是我们佛陀伟大的教法里面所说的六道轮回 就是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 畜生道 地狱道 恶鬼道 有的人就怀疑 老师 这个六道是真的存在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十五讲来讲这个佛秘 来讲这个佛秘不是真正的秘宗 是佛教的秘是什么 这个佛秘就是佛教给你的秘密是什么 所以这个秘密就是老师通过十五堂课 会让你彻底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并且这个光哇塞不行 你还要把体道于身体道于心 自己去亲自的实践一下 亲自的被开水烫一次 亲自的被灼火热一下 亲自的被佛光照一下 亲自的被诸佛菩萨加持一下 去体验 这个就是技术方法 所以我们既要把理论让大家疏通 通过老师这么一教以后 哇 我明白了 原来什么是佛教 我懂了 你叫做佛教也好 你叫做佛教也好 你懂了 我要达到这个目的 要十五讲 不是一堂课能够让你完成的 同时还要让你体悟佛当年教给的技术方法 因为他教 他不是光说 他还要亲手把手的教你东西 这个叫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是什么 就好像这个厨师在课堂上 老师领着你来讲如何炒土豆 那么讲了半天 说好了 大家都知道怎么炒土豆了 你们都学会了 师姐老师讲完了你会不会啊 反正你们炒的我可是不吃 我身边几个徒的我教他十遍炒的 我都把他扔了都不吃 没办法吃 不好吃 这个手把手教都十次都教不会 你在课堂上听一百次你也不会 所以好的老师他教学生是什么 他既带在课堂上给你讲土豆有什么营养 要火候怎么掌握 跟什么菜配怎么炒 那么他还要带着你下厨房做给你看 然后做完了还要让你尝 尝完了以后还要手把手来你做一次 你在做的时候他还告诉你 这个不对 这个放快了 你等一下放 待会再放这个 你现在放这个 技术 指导你 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方法 佛教不是信仰的宗教 是佛教的话 他就有理论跟技术方法 这样才能把你教会 把你教的你有了一个根 长了一个树干 然后开出自己的花 开出自己的叶 长出自己的叶 开出自己的花 结自己的果 然后满树的硕果 最后的享受是你 最后的获得是你 所以我们佛教徒先要自觉 你先要自私 我们的自私不是为了自己去自私 是你先要自成就 我很多的照顾世间的追求 我没有办法快速的成就 所以我学会着放下 释迦牟尼放下了他的儿子 放下了他的太太 放下了他的国家 放下了他的父王 目的是什么 自己去寻找一个解脱之路 先要自己成 自己成才能回来救人 这好比我们看到有人掉在水里了 你要把他救上岸 结果你不会水 你咆咚掉下去了 你不要害死那个人 为什么会害死人家 到阎王爷内 你告状得多了一条罪状人家 因为你落水了 他掉下来要救你了 所以他也死了 你这个罪加以的 把人家也加以个罪上面 如果人家有获救的机会的时候 岸上来了一个教练 来了一个会水的 一看俩人掉水里了 一个在远处 一个在近处 这刚跳下的是你嘛 你不会水 你乱跳 你要去救人 然后跳下去了 人家教练要跳下去 先把你救上来 结果是耽误了救那个人了 把你送上岸了 那个人死了 你不跳 人家还有机会获救 懂不懂 都是你害的 你看两种 他死了你也害他 多了一条罪状 因为你也死了 然后他活着有机会 都把你害的都没机会了 大家要记住 你要真正的学佛 你要像不像样 要会技术 不能光会理论 你会技术的话 你就可以救人 技术 数类的东西 要师傅传口诀 手把手教 你照着书学炒菜 怎么炒的不好吃 怎么炒的不好吃 炒了十年还不好吃 找个大厨师一问口诀 哎呀 弄了半天 我少放了一种东西 一夹进去 马上好吃 这个叫什么 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所以你根据书学 你永远少一点窍 你跟着那个老师学 过来的老师学 他一点播你 马上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了 你马上一纠正 你也成了 所以学佛到底要多长时间 有成就 如果你学对了 在三年到五年就会有成就 成就的是什么 成就出六道 这个叫寄身成佛法 释迦牟尼教给我们的 到底是我们要多少辈子才能成佛 这里面有几种修法 看你怎么选择 如果你选择小圣 南传不拍佛教 这个从人道开始修 从人道再修到阿修罗道 再从阿修罗道修到欲界天 欲界天六重天 一天一天开始往上修 再往上修 修十八重四界天 一重重的往上修 再往上修 修四重的五四界天 总共下来光天界是二十八重 那么再往上你才出六道 你才到了这个顶圣 就是从头顶出去才能够修成圣者阿罗汉 这个要多少时间呢 叫无量大劫 如果修这个能不能成就能成 你要保证每一辈子都是人 每一辈子都是人 每一辈子都是人 谁给你保证 没人保证 说佛在说了小圣不派佛教之后 基本上是阿含经这个长辞的代表 佛讲经有这么几会 第一会讲了华严经 华严经是释迦牟尼堵明星而悟道之后 他在那坐着悟道了以后 又没有人听得懂他讲什么 这个时候天界众生 天子跟天王下来请法 这个时候释迦牟尼讲了华严经 大家听说的华严经八十华严 有四十华严跟八十华严 就是四十卷跟八十卷这么多 这个说的华严经当时的人的根基小 听不懂 最后释迦牟尼交给龙王保管 放在龙宫里面 这后来还是龙树菩萨去龙宫里再把这个经请出来 我们才看到今天的华严经 这是第一会 就很高级的说法 因为他正果了 正果了他就告诉所有的世间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来性的妙用 所有的东西都正确的 没一样不是佛法的 都是如来性化现的妙用 这个时候没有人听懂 他在说什么 胡说八道 怎么法界都是佛界 污浊恶事都是净土 他没人信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根基 所以他没有办法 只能给天人讲 讲了以后仁余不懂 封在龙宫里面 后来才出来 这叫华严会 这是第一会说法 第二会他才讲四圣地 十二因缘 讲小圣 不拍佛教 然后为了他的吴比丘 去讲了四圣地 苦积灭道 后来又讲十二因缘 我们在这堂课上 这十五讲我都不能给你们讲 因为佛法太浩瀚了 我将来准备建一个讲经堂 讲经堂就是免费让大家听经 把一些你们要听的经 原意都把它破解一下 让你们了解 所以将来我们要做这个事 这个就是大家都有机会听到 因为我还年轻 还有几十年的活头 想办法去完成它 这十五讲我要让你们快点 要见点道 这十五讲我们为什么教了 你们大家看了那个大纲 里面很多不传之密的密法 直接在这个十五讲里面都要教给你 十五讲里面要讲两个小时 每一讲三个小时 将两个小时的理论 再讲一个小时的实证方法给你 这个时间是很紧张的 没有时间展开讲一部经给你一讲 那就多长时间了 没办法讲 但是可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小圣不派 大家看到的泰国 缅甸 印尼 布丹 这一带的都是小圣南传不派佛教 是这个时期留下的法 也是佛法 但是无量大解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就 只要你熏修 将来一定能成就 因为众生皆是佛 但是时间很长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为什么 弥勒佛来的时候你都成就了 弥勒佛大概按照我们人间的时间算 还有多长时间要来呢 还有五十六亿年 你们要等他的话要等五十六亿年 太辛苦了 不要紧 我们这有弥勒净土的往生法 你可以这一生最后如果不成就 你可以去弥勒净土 弥勒净土在兜率佗天 就是欲界四重天 离我们很近 注意这个宇宙的全新性 我们地球有个须弥山 有人一直问须弥山在哪 说我们这个地球叫小世界 用全新的 你的人是更小的世界 一花一果一世界 这在佛经上是这样 就是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果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地球就是一个世界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世界 小的世界可以小到什么程度 可以小到一个光子 光子是个独立的单位 今天科学家告诉光子很小 到底有多小 你想你的细胞有多小 细胞我们看不见 小到看不见 细胞里面的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的DNA DNA里面的光子 你这样算 所以你那个光子是一个量子单位的光子 但小到你根本没办法形容它有多小了 极小极小 极微尘 极微尘一个光子就是一个世界 随着你们修正到中高层次 你们就可以去体悟体正 要正到这个 就是大近虚空变法界怎么个大法 小到一个光子里面怎么个小法 怎么在这个小里面还能建起自己的世界来 这个就是中高层次的东西 就是中高层次的地理رج 先倒下来